轻轻的接上电线 灯泡瞬间亮了起来 不过这电力可不是来自一般的电池 这是新庄高中学生 运用爱河河水中的盐差发电 做出来的科学研究 日前更获得了高雄市科展的第一名 利用盐度差 在高浓度跟低浓度之间 再利用化学的原理 高浓度的离子会流到低浓度的地方 那就利用这个过程呢 就产生了电力 虽然很微弱 但是我们想办法把它收集起来 并且把它储存 这样子就可以让灯泡发光了 三个学生透过各自过去的研究主题延伸 把海洋与能源议题做结合 亲自制作装置 投入爱河中测试数据 探讨利用爱河潮汐时发电的可能性 虽然研究过程漫长且辛苦 但也成功证实 未来潮汐发电可能成为 可再生能源组合中的重要部分 他之前有做过从事分析河川沿度差的部分 而我是做过运用水的未能进行发电 而我们就这样两个结合之后 发现说运用沿度差我们也能进行发电 然后就进行了这样的客栈 台湾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发电产业 台湾市面环海 然后西部的河川又有很多是沿歇性的 那我们有这样的能源 如果我们可以跟人家利用它 我觉得是个非常好 自制的装置 难免实验都会有误差 那我们要想办法去找到它 各组数据的那个规律 我们要整理出那个规律出来 然后再比对 用模拟比对实际的状况 有别于风能以及太阳能 潮汐发电可以提供更稳定的能源 经过调查及研究 高雄爱河也具有这样的发展潜力 我们选定了爱河中间的地段来做评估 那在学生的实验过程当中 再加上现在的电力 经过计算 一年下来大概可以产生 400多万新台币的电力在这里 能源议题近期备受关注 学生透过科展作品将课本上的知识 实际成功执行获得炸击 而接下来也将前进全国科展竞赛 要为高雄拿下好成绩 曹明电子用爱发电 赞 记者 肖玉轩 潘文玉 高雄报道